5月12号也是国际护理师节 透过我们的真题报道 向所有的护理人员说声感恩 华联县府表扬了优秀护理师 华联慈激医院的这一对 夫妻党获得殊荣 谢谢我们优秀的护理师 华联慈激医院表扬优良护理师 夫妻同台一起领奖 龙明文与林云谦 两人都是资深的整科护理师 未来三个小孩还是会 引领他们继续往护理的路 就是前进对对对 那希望他们可以 做得比我们更多更好 然后可以去照顾更多的病人 他平常门诊就有在用护理方案 好 那我就再多说看 好 再拜托你了 谢谢 刘明文是急诊部医生的左右手 专科护理师可以说是 医师与护理师中间的一个桥梁 除了照顾病患 还承担拟针教育的重要任务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教案 然后反复的在模拟的机器人身上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演练 那可以让后面的一些学弟妹 在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就不会再发生这样的错误 那不会造成真正的病人的一些 一些生命安全的损伤 这对护理师夫妻党去年组队参加 医疗合作拟针前进竞赛 获得全国赢奖 早安 要做一下检查 听得到我讲话吗 林云谦在重症加护内科服务 除了临床工作也负责教育训练 当然就是可以希望可以再带领更多学弟们 一起进来这个职场工作 那虽然还很多需要进一步的空间 但是我相信人多才有力 大家才可以做得更好 两人辞大毕业后一起在医院工作 无论在家庭或职场 都是最亲密的伙伴 像我们也是一起做急救教育 那也是一起去做团队拟针的功课 跟一些训练 那其他是我的老师 我们就是互相学习 怀抱共同理想 三户扶持在护理之路上 携手前进 单一新闻 黄瑞娟 中江坡邓明仪 花联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扶持在护理之路上